逛攤位和来往民众挥手致意 台南市长黄伟哲跑行程 启动仪式拍照比这小爱心 呼应活动甜蜜蜜看起来没什么异状 在这一个环节 似乎隐约透露出负丧哀伤心情 希望大家可以来新娘 阿布九阿爸大家这里来 一向变才无碍 致辞顺口六中一句阿布九阿爸有点卡 黄伟哲附丧心情全在粉砖哀悼文中 这才让外界知道黄伟哲低调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感叹父子情缘58年 以后再也没有爸爸可以叫了 一张泛黄照片是黄伟哲的童年记忆中 父亲梳着西装头生前曾是医师 当时的黄伟哲还是个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小婴儿 而黄伟哲父亲黄辉煌在13号辞世 黄伟哲颇文透露强忍悲伤情绪 在完成公务行程后 焦急赶去见您最后一面 丁宁的亲民情政良善初心 我不曾忘记 在意太保市长黄荣丽留言透露 曾是黄伟哲父亲的患者 感念黄伟哲父亲救人无数 让太保市相亲非常感念 强调您没让他老人家失望 透露黄父对儿子的骄傲 而蓝绿政坛人士纷纷在黄伟哲哀悼文底下留言致意 宏伟哲跑行程把爸爸的叮咛放进心里 继续为公众服务 三连学员王少庸一文谈谈报导 六亲 五百耶 两言 五百耶 六百耶 五百耶 五百耶 五百多了 感谢观看